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亲爱的朋友我是阮木华 这个才休息两天的大盘 这个多头又开趴了 真的是嗨不完 大盘的多方走势 无碍两天的拉回 昨天破五日线 今天很快就站回去了 险见这多方的走势是持续续航的 就跟最近 这个海运股非常强势 有同样的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昨天节目 不是有跟听众朋友谈到 大陆连那个货柜箱都缺货了 不是说货柜缺货 是那个箱子都缺货了 那箱都做不出来了 赶不出来 你知道现在目前海运有多好 运价一直在涨 所以说这个海运股最近 也是盘面的热门指标 像万海 像是阳明 像是长龙 这些货柜轮的股票 都持续的在发光发亮 那今天是长龙续涨 这个大涨了3%多 但是万海跟阳明稍微休息了 不过我看这个涨势应该是还没有结束 那今天台积电又恢复多方走势 上涨2块 涨幅是0.4% 另外联电也拉上来 2.7%的幅度 这个将近3%的涨幅涨了1.05元 收39.5和一些重量级的股票 包括FBF附近ICU载板三雄 这个景硕跟南电双双拉到涨停板收盘 这非常强势 而且星星今天涨幅也将近8% 所以这些股票轮来轮去 你说多头怎么会结束这个party 所以今天整个大盘又收涨百点 收在13845点 涨幅是0.8% 蒋实在是个温和上涨的盘势 不过大家一看到白点的时候 蛮兴奋的 那事实上现在是将近14000点 所以白点也没什么大不了 那今天是开高走高 开高25点 收盘是涨106点 盘中最高是涨过118点 所以几乎是以盘中 这个相对的高点附近做收了 那成交总值倒是稍微说一下 2186亿 不过这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指数占回五日线 五日线在13797点 今天收13845 所以昨天失掉五日线 今天很快又把它夺回来了 那另外贵买指 昨天并没有破五日线 还是一个强势的指数走势 虽然说 昨天贵买指稍微拉回 但是没有破五日线 今天是继续创收盘新高 波段新高 收在173.93点 成交总值是664亿 涨了有一% 涨1.71大点 所以多方走势 现在目前好像似乎指标是看贵买了 因为贵买昨天连五日线都没破 那其指今天涨129点 涨点更胜大盘 所以这整个大盘上面 这个红通通一片 很多股票都很强势 所以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可以赚钱 讲真的 就是看你说赚的多赚的少而已 现在目前整个盘是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手上的股票是逆向下跌的 反而这个波段你没赚到钱的话 那稍微检讨一下 好那我们在现场的是 大家国际政策投过的罗兵分音师 罗老师你好 那我兄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看这个YT 我们有直播 现在目前正在上演直播画面 同时广播同时进行 好那罗老师这个盘是 看起来这个多方的走势 根本就没熄火 只是昨天稍微休息两天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新的美国股市是因为感恩节休市嘛 所以美国已经进入到Sensegiving的这个 重要的 这一年重要 一年大概一个月一直到 这个Christmas的重要的季节了 那今天晚上美股休市 它明天也不会干扰到台股 然后呢 美股礼拜五是提前三个小时收盘了 下午一点钟 这个美国东岸一点钟的时间就收盘了 所以感觉起来最近美股的交易就比较清淡一点 所以说看起来台股就走自己的路了嘛 其实我非常认同啊 刚刚这个穆尔松所提到了啊 在昨天丢掉五日线之后啊 今天立马就把它给收复回来啊 这代表什么 代表多头的一个企图心啊 十分的一个强烈啊 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告诉各位 这是一波难得一见的 所谓的四合一的一个行情 结合的资金行情 外资回归 作帐 跟本盟比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备数的一个行情 四合一的行情啊 所以就一个大波段来讲 当然不会啊 只来到啊 这个13951啊 就涨不上去了 但是啊 我们必须要去体认到一点 毕竟这一波行情 我们也说了嘛 从14800啊 这个选前12480了啊 这个选前的一个低点啊 一直涨到昨天的高点 也不过就是还不到20个交易 大概1718个交易日啊 已经涨了超过1500点 你总也要让他喝杯水喘口气啊 尤其我们说过当时预设的第一道关卡 在13900点到14000点之间 现在也刚好卡在这里 再加上 我们说目前来讲的话 啊 其实啊 整个技术指标 还是相对在一个比较高达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我想就啊 目前来看 当然多方技术性还是非常强 但是啊 我们也认为说整个大多头的架构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是不是在今天 拉出这样的一个白点红棒之后啊 马上就要再往上去突破啊 这个高点 13951啊 我认为还在进一步的一个确认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大啊 从几个角度来看啊 第一个 我们看到今天即便受复了五日线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高点 有没有突破昨天的高点 没有啊 因为今天的高点来到啊 这个13856啊 并没有能够突破昨天的高点 13893 也就是昨天黑棒的高点 另外今天开低啊 应该讲开高了 那一路走高 所以今天是收了一个中红棒 但是这个中红黑棒呢 你看看 有没有完全包覆在昨天的啊 这样的一个开高走低的黑棒里面啊 其实这是一个运现的一个形态 那如果是运现的一个形态的话 基本上今天这根红棒的一个意义 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啊 还是看啊 这个昨天的那根黑棒 那昨天的黑棒 当然就是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嘛 再加上我们看到前面两天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连续两天的量呢 一天是2637亿 一天是2643亿 那今天反弹收红K的反而怎么样 量缩到只有2186 换句话说 连续三天的一个价量背离 这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攻击盘 即便攻击 我认为力道也会打打折扣 所以一个结论啊 多路架构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短线怎么样 还是要让大盘怎么样 喝杯水喘口气啊 指数的部分 还是要在这个所谓的 14000点这样的一个关卡之前 毕竟人家还是一个整数的一个关卡 你总要尊重 这是一个心理压力嘛 所以这里还是会来回的震荡 盘面会呈现轮动 哦 那重点来了 当一听到盘面会轮动的时候 我说过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节奏了啊 就是节奏 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了啊 那尤其我们一再告诉各位 即便再怎么看好的股票 再强势的股票 他都不可能天天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旦他不能够再创高筹码 不能够续强 该出一趟 该分段操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懂得先跑一趟 就好比说昨天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告诉各位的 2327的国具 我们的绿巨人浩克 这档股票我们在11月11号 当时还在380几块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做切入深处 当时有打电话进来体验的 我帮你规划的 基本上你也都在那个时间点 380几 甚至于在400块之前 都完成了重压的一个任务 有没有 后来一个波段上来 昨天甚至于还一口气 涨到了449块 但是重点在哪里 国具我们还是看好 因为毕竟我们说过 就以目前他的一个位阶来看的话 还是相对于台积电 还是相对于联发科 要来的低很多 我也认为他后续绝对 还有在大涨的空间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想当时在380几块的时候 我们在讲他的时候 排名上根本没有人在讲国具 那到了昨天 甚至于到了前天 因为前天是拉出一根大红棒 出现了一个攻击的架构 那昨天因为出现了一个利多 因为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华兴克的一个场 不是这个传出有染疫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被停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解读 这个是不是利多 是不是有转单的一个效应 但是问题就在一个筹码上面 因为一档股票 从当时380几块 一路的涨到449块 除了说也已经到了 我们预设的第一道关卡以外 当时没有人讲的股票 现在连续两天 过了440块钱以后 所有市场上的一些知名度高的 名师名嘴专家 全部都在推荐国具 那在这种情况 当各路人马都来的时候 你想筹码会不会乱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认为说 他短线再几涨的机会 就会打一个问号了 所以基于稳健的一个原则 我昨天也告诉各位了 有没有 我们就先出一半 先出一半 做一个获利了解 毕竟我们的成本 是在400块 以下380几块 涨到449块了 又是到达一个 第一道的一个关卡 所以先出一半 这是最稳健的一个方法 所以果不其然 昨天开高走低 你说今天反弹 反弹又怎么样 反弹也不过不到昨天的一半 因为今天一个反弹上来 你看今天的高点 也不过就420块钱 昨天的高点还在449 所以我想还差得远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分段操作的重要性 从国具也可以看得出来 除此之外 6233 那6233的旺九 昨天4天拉出第4根 涨停板的旺九 今天我们已经全数的获利出清 其实我们在昨天 我们就已经先获利了解一半 为什么要先获利了解一半 一样嘛 你昨天4天拉出4根的涨停板 你昨天这么强势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么强势的股票 为什么要出一半 问题我说过了 你目前来讲 4天4根涨停板 就都代表4天 他已经涨了40% 涨了40% 指标会不会过热 乖利会不会过大 好 那涨了4天之后 今天面临第5天的 一个技术面的一个转折 你说转折不一定转 是也没错了 但是我说做股票 不是去跟他赌 我说要赌到赌场去赌 可能胜率还高一点 做股票 我们就是用最稳健的原则 帮自己怎么样 能够把该赚的 可以赚的 把他想办法赚到最多 赚到最快 对不对 可是就是不能赌 所以在已经连涨4天的情况之下 今天面对第5天 那个转折 当然昨天 我们就先获利了解 一半 这是进可供 退可守的一个方法 有没有 那今天你看 一开出来 昨天拉出第4根 掌停板的一个 这么强势的股票 今天一开出来 居然在平盘 而且没多久 大概过了10点过后 直接就往下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今天 没有能够再创高 代表他的筹码不够强 技术面有整理的一个必要 所以我们二话不说 把今天 这个昨天没有卖掉的那一半 我们在今天也全数的 获利出清 好 那如果不出怎么办 不出你看 今天忘久 昨天拉出第4根掌停板的忘久 既然今天 差一点点被打到了跌停板 当然 涨了4天 跌1天还是赚 可是我说过 现在这种四合一的行情 你要想办法 让自己赚的最多 赚的最快 如果你不懂的分段操作 我相信很难做到 我们说的 要赚的比别人多 赚的比别人快 好 有个突发的新闻 大家一定认识这个人 就是全世界知名的足球明星 阿根廷的足球巨星 马拉多纳 这个心脏病去世了 才60岁 非常年轻 那事实上 马拉多纳 大家应该记忆深刻 他曾经是 这个多次在世界杯 这个为阿根廷争光了 那当然 他的去世 也引起了全世界球迷的注目 那马拉多纳 其实跟这个英国央行行长 还有一段渊源 因为 有名的英国央行行长 金恩 金 曾经讲过一个理论 有趣的叫做马拉多纳利率理论 那至于是这个利率理论到底是什么呢 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听我没有讲 反正有这个突发的新闻 另外一个突发新闻 就是比特币今天大跌了 从1900 一口气跌了2000块钱美金 跌到了 这个对不起 19000 跌到了17000 所以我讲这个比特币 真的是非常人可以玩的 不是一般正常人可以玩的 假设说各位 你觉得说你很厉害 那你可以玩比特币 一天跌2000 他也会一天涨2000 你的心脏真的要够大科 你买一块钱比特币 一块比特币就是60万台币 那一天可以给你跌掉这个6万块 跌掉十分之一 你心脏要不要够大科 果然要够大科 好 那今天这个盘 除了刚刚老师谈了一些股票以外 我们另外来看到 就是说钢铁股也很强 像我们节目之前跟大家 一直提到这个不锈钢的大成 你看到昨天大成大涨的这个4%5%收盘 今天继续拉高创波段新高 大涨了6%盘中还一度接近攻到涨停板 所以这个钢铁股 这原物料股真的在启动 中钢今天也创了23.25%的波段盘中的新高 收23.1%尾盘也拉上来 所以说这个钢铁海运 原物料族群 感觉起来这个随着疫苗一支支开发出来 似乎它已经可以开始跟科技股分庭抗理 所以我也是觉得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对于股票市场扫描的重心 不一定要全部集中在科技股上面 半导体股非常好 没有错 但毕竟很多股票IC设计 他们的基期并不低 所以你可以瞄准一些 相对基期比较低的股票 如果说我们就关盘 其实我们是眼观四面而平八方 只要会涨的股票就好股 不是那句话吗 反正会抓老鼠的 不管黑猫白猫 就是好猫 就是好猫 对不对 管你黑猫白猫 你会抓老鼠 就是好猫 好猫 对不对 就是好猫一支 不管你传产股金融股 或者是说半导体股 这样会涨的股票 就是好股 不是这样吗 对 那当然 我们讲刚刚这个莫兄也提到 其实在一个 所谓的一个健康的轮动节奏里面 不是只有电子股会涨 甚至于连金融股 甚至于过去的 我们说过一些 你觉得很大牛 很牛皮 这些股票都会涨 这才叫做一个健康的格局 一个标准的大多头格局 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只不过 有些会涨的多 有些会涨的少 有些可能会早发动 有些会比较晚发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节奏 应该又扯到节奏 所以我们下节奏就非常的一个重要 好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基于这个分段操作的一个原则 是我们在这两天陆陆续续的 把这个先前推荐给大家的 包含像国际 包含像6233 这个旺九 我们陆陆续续的做一个 有些出了一半 有些是选出了获利出清 那当然不是抗坏后市 而是说 这些资金 我说过的 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第一个 规避掉短线的修正风险 要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另外还要让你保有整个操作的主动权 你看你光是一个旺九 昨天 今天开平杀到将近跌停 这样就10% 将近10%的一个修正 我们如果说 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段操作 你看 那这样不就被吐回去了 所以你懂了分段操作 就避开了今天那个修正 国际也是一样 昨天你的高档出一趟 昨天的开高走低 也跟你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想整个分段操作 在即便在这样的一个 大多头的行情里面 还是得要去注意 它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掌握 那出掉的资金 我说过要干嘛 当然就是要寻找 去掌握 接着下来正准备要起涨的股票 而不是在那边等到 它整理结束再涨 因为这样子 你就没有主动权了 那至于说 这些退出来的资金 我们接下来要寻找 往哪个方向去做一个寻找 那这样说好了 我们从目前整个盘面的 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 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块 那第一块当然就是反映财报好的 好 这个股价积极低的一个集团作涨 又或者这个投信年底 要拼绩效的这样的一个个股 它会去强力拉抬的 当然这个部分可能会一些 属于比较中小型的一个 所谓的任养股 会比较明确一点 那另外就是集团股 他们要作涨 那另外第二块是反映什么 第二块它反映的是 在新冠病毒的疫苗 我们知道说从12月开始 美国就会开始在全球各地 开始陆续的展开来施打这个疫苗 那这样的一个题材 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因为只要开始施打疫苗之后 当然还不是那么的一个普及 但至少可以稍微的压抑 整个疫情的一个蔓延的一个速度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疫苗 开发出来了嘛 所以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 其实明年开始 基本上有机会会呈现一个匹集态 因为这个所谓的疫情 一旦受到控制之后 你想是不是会开始 带动景气的一个回升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会带动整个国际的原物料 这个就牵扯到一些 我们刚刚穆尔雄所提到一些原物 一些所谓的传通产业也没有 不管是电子股里头的细晶元 记忆体被动元件 主动元件等等 还有面板 另外原物料里头的 包含像水泥啦 树化啦 钢铁啦 贵金属 造纸轮胎等等 这些都会一并的 做一个景气的一个复苏 也会带动整个消费力道的一个提升 那整个产品需求大增之下 当然产品也就容易涨价 这样的一个题材 这个是第二类 那第三类 就是反映 美国总统拜登胜选之后 他最主要的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个受益国 那包含像电动车 包含像绿电跟生计 当然是 即便这个方向 是确立的 但是我们说过 你还是要去搭配每一档股票 他的筹码 尤其是他位阶的一个部分 如果位阶高的 代表说他可能筹码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沉淀 所以操作上面 尤其在现在轮动这么快速的一个过程里面 还是以低基期为一个选股的一个要件 那讲了这么多 当然这三大方向 有些是属于比较大波段的 有些是比较短线上比较及时的 那至于说你的资金要怎么样 能够让他发挥最大的效益 又或者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如何去掌握他的一个节奏 当然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三言两语 能够解释的清楚的 所以如果说在整个资金上面 需要我们帮各位来做一个规划的 我今天还是一样好人做到底 我再开放五个名额 因为我真的每天我也不能开放多了 因为要亲自帮各位来规划的话 这也需要花很多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一次也只能开放五个 那这五个幸运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会根据你的投资金额的一个大小 来规划你该持有的档数 到底要一档两档还是三档 另外再根据你的喜好 因为每个人的操作喜好也不一样 有些喜欢做长有些做短 那再根据你的喜好 来帮你安排你的操作的一个周期 总之代会员我认为就是在金不在多 所以说我们让帮各位来规划 也是秉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能够帮的必定帮各位能够做到最好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资金行情里面 四合一的行情里面 不是只要有赚钱就好 而是要如何能够赚得多 赚得快赚钱是要比速度的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这么的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的操作金额在200万以上 我还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各位 你就来体验看看 体验我帮你量身定做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规划 好那听到没有可以注意刚刚 罗文斌 罗老师的刚刚的这个建议 我们非常谢谢罗老师 谢谢 987文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刚讲那个世界足球巨星 虽然已经这个退役的 这个马拉多纳心脏病去世 其实今天有一个另外一个消息 也是无独有偶 一样是心脏病 不过是发生在台湾 是谢金燕姐姐的音乐制作人 叫吕小栋 他今天上午 跑去金宝山去祭拜高以祥 因为高以祥是逝世周年 所以吕小栋今天上午 独自一个人 然后他到金宝山去祭拜高以祥 结果就倒在高以祥的墓园旁边 紧急送到台大金山医院 还是抢不回来 也是心脏病 所以说 大家注意心脏的问题 尤其是可能冬天吧 或是说我也不知道 气节交替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心脏相关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跑到金宝山 大家都知道金宝山 比较偏远嘛 那如果送去金山 大概也要至少 我看那个救护车来回 大概半小时一小时跑不掉 那这个心脏病真的是 就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 好那这个正好是两个事情凑在一起 然后跟你们要来谈一下 就是让大家知道 没什么太特别的这个状况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两段也有直播 好我们请到了游婷浩 游婷浩呢是 现在目前在 你每天都有直播对不对 对对对对 盘前直播 8点半到9点钟 等于算是我们现在新生的一代 新生一代谈财经啊 也上电视 那我们有点要出了一本书 经济日报所出叫做 古债双存获利的六堂客 财经直播主 教你抓对景气做投资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 从景气面来着眼 然后告诉大家 这六堂客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抓对 这个景气的循环方向呢 然后投对这个标的 是这样吗 对不对 而且你是着重在 古债配置上面 对 其实我觉得 从长期角度来看 现在有非常多的官朋友问我说 可不可以买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 不管是从展望上来看的话 或者说等拉回修正的时候 都有非常多的官朋友在问我吗 那其实从任何角度来看 就我的一个想法啦 动能投资一直存在的 很大的一个谬思在 这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以今年三月份为例的话 今年三月份的股灾 等于把2017年以来 2018年2019年 所有的涨幅给吃掉了 所以你在2017年 1月1号以后 所见的任何仓位 如果你是进行 长年期续报的话 在今年的股灾 基本上都会被套牢 所以这就提出了 动能投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假设好了 假设说你不是长期续报 你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获利出场 假设你赚了50% 60% 一个波段一个波段一直赚 你到2020年 你势必会把你的资金 尽可能的加杠杆 因为你越赚越多 你的胜率也不错 最后其实只要股灾来一次 还是被套 所以其实这本书 我并不是说 我不相信都能投资 而是说这本书 主打的是景气循环 逻辑 是我们从股市的基期当中 去挑到一个相对低基期的时候 来进行建长 进行长期的续报 那我们也会有股市高基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进行获利了解 那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 从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来看的话 我要先提前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投资书 会给人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告诉你可以财富自由 财富翻倍 这本书 什么几岁赚到2000万 什么几年赚到两倍 一个月存2000 然后资产变4000万 我都想到底是怎么存到的 有这样子吗 一个月存2000资产4000万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部落格文章 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一本负责任的投资书 第一个必须把投资策略 就我们的景气架构可以讲清楚 第二点你必须把你的风险提出来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那我们景气投资的风险就是 这本书的风险就是 如果未来的景气波动 跟过去以往完全不一样的话 这个策略有可能会失效 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 就是根据一次我们景气波段的一个价差 大概会两到三年的操作 股市低基期建仓 高基期的时候进行出勤 那总报酬大概会在四成到四成五左右 以年化来看的话 差不多有13% 那从历年我做了30年的回测 最多最多一年年化报酬率 基本上就是13%到15%而已 我觉得这个要跟各位做一个清楚的梳理 就我们负责任的把整本书的架构 内容提供给你 但官朋友也要理解到 景气投资有它的局限性 就是它的报酬率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不想要只是做存股 领取这个5%6%的一个股息股利 或者说一个稳定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话 那我个人建议啊 有一个避赚的一个方式 从景气上来做 避赚这个听到这两个字眼睛就一亮了 所以等一下我问一下 尤庭浩这个避赚的方式是什么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了 明年经济啊 绝对是比今年好很多了 这景气是一定会复苏 只是说它复苏的这个能延续多久 那我的经验是啊 在景气复苏的初阶段 大家还半信半疑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应该要去挑选那些机器比较低的 景气复苏型的价值成长股 那它具备价值又有成长题材 而不是去找那些啊 像今年已经涨很多的 机器比较高的成长型股票 因为讲实在成长型股票很好 就像你刚所讲嘛 台积电嘛 台积电500块 那你说呢 台积电就要涨到600块 再涨100块 它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那问题是台积电再涨100块 就20%吗 我无法确定台积电 能不能上700800 但我可以确定 台积电一定有比500块 更便宜的时候 这是我从景气机器的角度去看到的 好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幅度的问题啊 500块的台积电到600 就算它真的到600好了 20% 可是你说 现在一些机器低的股票 要涨两成啊 甚至涨四成啊 我觉得是比台积电更容易挑到的 这种股票 比如这样讲 我两个月前不是在 我们电台的直播节目里面讲说 美国钢铁吗 我跟大家讲代号X的美国钢铁 大家都觉得这个亏损的公司啊 怎么能去买钢铁股呢 7块美金 两个月到现在14块美金 涨一倍 两个月的时间涨一倍哦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 我讲这个事情 所以钢铁股 比如我今天还跟朋友聊 中钢现在23块 中钢涨两成 涨到个26 7块 你觉得容易不容易 还是说台积电涨两成涨到60块会比较容易 不信我们来看 到明年年中 是台积电到600 还是中钢到26 7块 我该跟你说 我们先来这个 画一下巴拉肯 大家来看看 所以我个人 我告诉各位 我自己最近就在买中钢了 我是看好钢铁股啊 不管是美国的 香港的 就大陆的 或者是这个台湾的钢铁股 整个景气循环 他们一定是要跑 跑上去的 只是说幅度跟速度的问题而已 所以刚刚游婷要讲说 这个股债的配置 在景气循环的过程中啊 他比较不去看那种 所谓的动能型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而你比较去看 就是所谓基奇的投资策略 这个我还蛮认同 也就是说 其实我还蛮喜欢去找那种 你觉得不好 低低的 这种呢 这个股价相对偏低 相对低 然后呢相对大家都觉得不好的这种 过去可能受到疫情冲击的 类似的这样的产业 像你看最近的航运股啦 钢铁股啦 大陈钢 你看为什么连续两天上涨 已经涨了超过一成了 就是说在景气出生段的过程中啊 我觉得 其实类似这种原物料体材 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那你的书中有琢磨到 这一部分就是说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留言板上有很多说 谈一谈原物料行情 我可以跟各位讲原物料行情啊 明年 明年啊 我认为上半年啊 从现在开始到上半年 就涨两个字叫做涨价 也就是说呢 哪一些东西有涨价体材 你去特别注意它 我认为呢 它就是有这样子上升的空间的 嗯 其实我认为从一个 不管长期的角度来看啊 还是从目前啊 整体台股在一个高级级的水位啊 未来这种落后补障国 我老实讲啊 市场上就是两派说法嘛 一种就是强者很强 一种就是落后补障嘛 但是从长期投资的角度 一定是调低基期的时候买 我在这本书当中啊 其实你要衡量台股的一个过热指标 从本益比 从巴菲特指标 从股价净值比 你都可以来做判断啦 那我这本书呢 比较明显的是 从股价净值比来做一些判断 股价净值比啊 正常来讲都在1.6到1.8之间 整个大盘 目前的股价净值比是2 所以我不能确定台股能不能上1.5上1.6 但是我可以确定 现在一定不是低基期 让我们进行长期建仓 股价净值比在2是很 算高基期的 过去历史平均台股的状况来看 台股本益比也差不多20了 20以上 超过20以上 对对 所以你从任何角度来看 现在明显是一个高基期水位 我在这本书里面 有一个观念 就说对于一个稳健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们宁愿在股市低基期的时候 乱买一档你听过的股票 我们也不愿意在股市高基期的时候 太认真的研究财报 因为你会发现 即使你研究的财报再好 每年EPS照样成长 还是会被套 买到再好的基优股 如果你没有把系统性风险 考虑进去的话 一样会被套 所以这本书比较偏向于一些 稳健型投资者来做一些操作 我个人想法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股市老师还蛮红的 我年轻的时候 股市老师都是在电视上解盘 就是第四台解盘 那时候还叫第四台 因为有线电视不多 无线电视台三台之外 就叫第四台 现在叫Cable意思一样 他就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觉得他那个顺口溜也还蛮有趣 他说股票在山顶上玩 有谁能赢 在三角下玩 你不赢也难 我从年轻到现在 我再记得这句话 其他话我都忘了 我记得这个股市老师 他讲那个话的神奇 其实挺有道理 就跟你刚刚所讲的嘛 对不对 我们在三角下玩 这个摄飞标 只要你摄准了你都能赚 山顶上玩 你要摄准了你才能赚 不然不是普色都会赚了 对不对 对很多人会很好奇一点 就是说我哪知道 现在是高级级还是低级级啊 其实总是有各种指标 可以帮助你判断 现在是高还是低啊 不管从本益比 不管从巴菲特指标 不管从股价近日比 你都可以很明显清楚知道 现在并不是低级级的时候 也就是说如果从现在短期行情来看的话 我们至多至多只能长线短做 什么叫长线短做 就目前行情热腾腾嘛 没有人想要放过 这老实说啦 那我们当然是顺着趋势向上做 但是一旦一旦 我们这时候停损条件 要设得比较 或者停力条件 要设得稍微严谨一点点 一旦达到了目标 或者这个时候大盘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那基本上是能夺快逃就能夺快逃 通常大部分人是逃不了的 通常当你意识到这一波不是一个小修正 而是一个正式的空头的时候 可能总跌幅已经来到10% 15%了 你已经在好奇 那我到底是要干脆就加码摊平成本 还是我就现在要停损了 那我不太愿意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 所以我宁愿在股市相对低级期的时候 就进行建仓 高级期的时候我进行获利了结 我在本书里面的建议是 股价净值比只要高于1.8 我就建议逐步的获利了结 那已经现在达到这个标准了吗 已经达到 所以我建议进行逐步的获利了结 但我还是要在一个景气高级期的时候 我认为还是可以进行一些美债型ETF的布局 这个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你刚刚讲说1.8以上 就是逐步获利了结股票的部分 那净值比到多少你是建议是要大买呢 1.6以下的时候 1.6 像今年三月份的话 大概到1.4 最低到1.4 那1.8到1.6 大概差不多有一个10到15%的空间 如果是1.6到1.8的话 总报酬会来到三成以上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想 就实际的方法来告诉您 就比如说美股的ETF 大概要买什么 然后那个股债怎么配置 我们这等一下来告诉你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投资的观点跟策略 还有就是自己的原则 爸爸酱 那刚刚的游廷号讲的是 他的策略跟方法想法 我觉得值得参考 另外各位 我昨天也去碰到一个美股投资达人 他的名字很好玩 他叫Kuchi 就是那个名牌一样的Kuchi 他也是在网络上 也有部落格等等 也是这个 长期在观察美股 他现在就靠美股的这个鼓励 就可以过日子了 一年他就是大概可以领到百万的鼓励 那大家都知道美股的殖利率低 能领到百万 他的库存股票的总金额就很高 我就问他说 你大概总共库存有多少金额 他大概4000万台币 他也是很年轻 十年间从3万块钱 现在到4000万的这个库存 他的美股专门就买像J&J 买麦当劳 买这些所谓道琼的这些成分股 就是可口可热 百事可乐 类似这样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他跟我讲说他从来买进不卖出股票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想法 我觉得都可以参考 也就是说他去买那些长期 他选美股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长期股力有成长 像麦当劳 他是每一年股力都有成长 就是股力还能成长 就是公司 公司营运一直在增长 股力越发越多的这种公司 是他觉得长期很好的持有的公司 所以他也不管七期高低 反正我就问他说 那你三月的时候没挫吗 我三月的时候一点都不挫 反而向下加码买更多 那现在证明他是对的 对不对 虽然说麦当劳 J&J这些股票 并没有今年并没有涨很多 但他也都回到年初的相关的高点的位置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参考 好那回到这个游庭浩这本新书 股债双存 获利六堂克 你是怎么样做股力双存的呢 现在你刚有谈到说 股票尽量可以慢慢开始停力减码 对不对 那现在要着重在债券上面 那美股的ETF 债券的ETF怎么挑呢 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挑一些共同基金呢 我们这边讲的在景气高点的时候 适当的布局一些美债 我建议是ETF 因为如果购买美债的话 它有分不同年期 年期长一点当然波动度比较大 年期短一点波动度比较小 但是如果你是购买 20年期的美债ETF 正常来讲 它会由不同年期来进行组合 所以基本上是比较稳健的 那的确现在市场上 其实最多的一个问题是 在一个景气相对高点的时候 布局美债 从历年来看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从现在角度来看 会不会有一点泡沫化的迹象 那我个人认为 的确有一点点 所以一个债券价格最便宜的时候 通常是整体的 升息环境开始执行的时候 债券价格才可以来到一个相对 非常非常便宜的时候 可是我们也很清楚一点 这一次的低利率政策 不会那么快的结束 至少在2023 2024年以前 基本上都会维持零利率 甚至低利率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 在这几年之间 股市一定会发生终极回荡 一定会发生终极修正 差不多两到三年就会发生过一次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即使债券价格 现在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但我相信当到时候 中期修正发生的时候 股市的一个下修幅度 必定仍然会引起 美债价格的一个上扬 所以我认为景气避险的一个方式 仍然有作用 我虽然这本书叫股债双存 但我讲的美债 真的不是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持有 其实股票也是 股票你高级期的时候 就会进行出勤了 也不是做一个超长期的一个持有 我们这边讲的美债 其实在股债发生时 有一定的一个获利之后 应该就要进行了结 因为美债本身殖利率已经偏低 那么老实说了 到时候如果发生股债的话 我相信我们会需要大量的资金 把债券的获利进行到股市的一个建长 所以这本书它总体来说 它是一个股市的一个景气循环周期 两到三年会有一次的中期回档 中期修正 八年会有一个大循环 那么基本上每两到三年 你都可以进行一次长期部位的建长 并且在高点进行获利了结 那如果你对美债仍然是有一点泡沫化的疑虑 那我可以建议 那你也可以不要做任何的景气避险 那只是说在股市高点的时候 就尽量股票能够尽快出景就越好 那以现阶段我们这样讲好了 以现阶段来讲 现在到未来半年你会怎么操作 你现在目前不管台股 或是说美股美债的持有的部位情况是如何呢 我个人目前的台股的景气型部位 就是这些重要的全职股 还有这些成长型的股票 成长型股票 0050 00608 我主要是ETF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容易分散这个成本的风险 那这些股票基本上到现在 因为股价净值比已经超过二了 我是全部出场 我全部出场 卖光光 卖光光 后面的鱼尾就给慕华哥赚了 对 那在现在这个 我是一定要赚到最后的啦 对对对 我这个绝对不放过最后一口了 我觉得这个有趣哦 因为我平时也做每天的盘前直播嘛 你每天做直播你一定要针对短期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 针对自己的看法给建议嘛 那很多官朋友会问我说 啊你明年跟第一季到第二季你也是看好 你也认为联准会持续的扩大购债的规模 你也认为经济会持续的付出 你为什么现在就要卖呢 我这边有一个我个人很主观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那是我猜的 我在这本书当中的低基期和高基期啊 是有一个我几乎从历史回正 或者说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保握 我确保这样的操作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必赚的 但是我不能保证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 我虽然看好 但我不能保证我一定看好 你是看长期嘛 对不对 短中线可能还有高点你就把它放弃掉 好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0050啊 这些ETF啊股票型的几乎都出清了 几乎出清了 那你现在资金是全部现金持有吗 还是说你去转转入到债券呢 我还有一部分资金啊 因为我们是讲 我家人是把他的资金也做给我做规划 所以我还有一些配息型的部位 对 配息型的部位 我不会因为景气型的一个变动 而把它全部出清掉 配息型的部位你是放在什么上面 啊 一样是ETF 高股系ETF 啊 基本上都是高股系ETF 那有一些金融股 那可能老实说啦 我认为金融股未来的整体的一个空间 可能没有特别的好 但我认为当时的买的成本也够低了 我也不想要放弃掉未来几年可以零股力的空间 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哦 虽然现在是高级期 不代表马上就会转空哦 对啊 可能会维持一年到两年都是有机会的 对 你不能因为因此放掉这些零股力的机会吗 因为相较资产配置族群哦 他还是需要稳定的现金流 好 所以说你你你现在就是啊 那个高成长型的股票都没了 就是说转到像金融股啊 这种比较配息型的 然后债券呢 债券的部位你是有什么样的债券部位呢 债券的部位哦 我大概有20%的资金即将要进行布局 现在大概就差不多5%的一个资金而已 对 剩下的15%哦 老实说啦 债券价格我现在认为还不够便宜 对 但是现在股市来到这样的机器 我老实说也蛮害怕的 今天贪婪指数已经来到90以上了 没错没错 今天贪婪指数很高了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上次他出现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是我2019年12月份 我开始布局美赛ETF的时候 我才布局没多久 对不对 今年3月份就夸了 那当然美赛今年低级的报酬都有20%以上 所以很成功的冲销掉 我配息型部位的损失 这个没有太大问题哦 那现在股市来到这样的一个机器水位 就告我刚才说的一句嘛 我宁愿在低级期的时候乱买股票 我也不愿意在高级期 所以你准备开始要去进场买这个 美赛10年期或者30年 20年期的这个ETF了 对对对 那这些ETF是你现在目前正在观察跟参考的标的 是 好 那这个恐慌指数的确现在很高 贪婪指数 恐慌指数很低 但贪婪指数很高 这个恐慌指数我昨天看了一下 的确是在85 85以上 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代表大家现在心脏都很大科 那至于说 这边高手过招 要赚钱的确是得冒一些风险 好 非常